热线12今日关注 弄虚作假 医院挂床骗保 相关人员被问责 学校职工坚称 自己被精神病20年 如今如何自证清白 神农驾邻居传来枪声 警方侦破网络犯枪案 寻衅滋事故意夹栽 疯狂司机被刑拘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线12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首先来看我们的热线发布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部门 近日下发了通知 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的 传播秩序 通知要求 所有节目网站 不得制作传播 歪曲恶搞 丑化经典文艺作品节目 不得擅自对经典文艺作品 广播影视节目 网络原创的视听节目 做重新的剪辑 重新配音 重新的配字幕 也不得剪取若干节目的片段 拼接成新的节目 然后播出 不得传播 编辑后 篡改了原意产生 奇异的作品节目的片段 不得与非法开展 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的机构 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包括网络直播 冠名广告或者赞助 在1月20日的节目里边 我们曾经关注了 安徽某医院医护人员 利用病人社保卡 大次骗保的黑幕 随着相关部门的介入到调查当中 日前这起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 来了解一下 记者从患者陈女士处了解到 陈女士在这家医院先后进行了两次挂床住院 所谓挂床 是指患者办理了住院手续 但实际上并未入住病房接受治疗 仍由国家医保基金为其支付费用 此外这家医院还存在 只要有社保卡 就能给家人开药等一系列违规现象 视频已经公布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1月19号安徽省魏机委通过其官方微信 发布回应称 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 调查组将迅速展开调查 尽快查清事实明确责任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近日调查组认定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管理薄弱 法律意识淡薄 片面追求经济利益 医院诊疗过程中存在 违规待刷社保卡 需增门诊人数 挂床住院 特殊病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 在查清医院骗保事实的基础上 安徽省启动问责机制 包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党总职书记院长在内的 多名相关机构责任人员 受到严厉惩处 昨天我们的节目里 报道了哈尔滨的出租司机 为了拿提成 把游客骗到了山寨景点的事 最近又有一起 旅游纠纷的事件被曝光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这个图片 可能这个事情 您从一些媒体上也看到过 这个太惨了 一馒头一豆腐乳 这个确实我看 比有些节食的朋友吃的都惨 就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所谓的饭菜 就是所谓一个低价团 然后提供给游客的 游客当然就不干了 面对游客的质疑 结果这导游 人家发飙了 这点钱出来旅游 还不消费 不买东西 我都听不懂 我都听不懂 这些旅游人吗 我跟您刚刚说 你骗了我来广西啊 快点送过回家 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有脑子想想就好了 你119块钱出来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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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开这个行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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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回出来旅游 你作为一个 去旅游人 你好好想一想 你去旅游 我们都想讲 对对对 我拜计你录好之后 跟老师 我去广州 给广州电视台看的 我告诉我不管你们 你录好 你录的视频也好 发到网上去 曝光 看看你们话 才出来旅游的 我给电视台看的 不是给你看看的 不管你给谁看 都是一样的 119块钱出来旅游 你想想看 你找我119块钱 8块钱出来 一样要 一样要进购物店买东西 据网友爆料 纠纷发生在一个 超低价旅游团里 在广告单上 我们可以看到 桂林8元每人的字样 3月22号晚间 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通报 调查发现 视频中涉事 带团本地导游为江某 该自驾游团 是由广东的谢某 从广东组织招来 游览归零 三晚四天游 共56人 每人收费 从8元至119元 经过调查取证 初步认定 该旅游团 涉嫌不合理低价游 一经查时 将对负责地街的 涉事旅行社和导游 从严从众处理 吊销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 吊销导游证 并列入旅游失信黑名单 热线12即将播出 学校职工坚称 自己被精神病20年 如今如何自证清白 神农驾邻居传来枪声 警方侦破网络犯枪案 这个事件也是一时之间 让旅行社成了众失之地 其实也是暴露出来 所谓低价游的 这样的事情 可是很奇怪这一次 舆论没有对游客 表达出太多的同情 很多人都说 低价团确实是 流界的一个顽疾 一个毒瘤要割除掉 但是您这么贪便宜 这游客是不是也得考虑考虑 接下来看另外一件事情 屏幕上面呢 这个大姐呢 叫崔桂华 今年52岁了 她的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20年前啊 身体很健康呢 她呢被发了一张 精神残疾症 20年过去了 就是因为这张症 她的人生遭遇了很多麻烦 我那个恢复工作事 咱们学校是什么意见啊 丹桂华相关的文件 和这个三级华部门共同协调 来最后来看 崔桂华基本每周都会来到这里 要求单位给她恢复工作 这所中等职业学校 就是崔桂华曾经工作的单位 20年前发生的一系列变故 让崔桂华如今无班可上 1986年参加工作的 然后1995年的时候 肝炎病休期间 我们学校袁老师 就是找我谈了一下 说你现在身体也不太好 说你干脆就先别上了 然后说呢 你就给你办个 就是提前退休 至于学校当时 为何给她办理退休 崔桂华觉得 自己身体不好 是一部分原因 另一部分原因可能与工作有关 管我们这个校长 给那个 他也给坐进去了 就说年中长 但也没说不让我说 在学校问的时候 我无意中就给说出去了 在学校里头就便宜了 学校就轰动了 和校长两边拿钱 崔桂华说 因为自己当年无意向外透露了 学校领导拿双份奖金的事 学财务出身的她 随即被调离了岗位 到学校总务处负责发饭票 而这样的工作调动 让她无法接受 就这点心情有点不太好 就是因为放下专业了 就是这点 学校当年给她办理退休时 崔桂华还不到30岁 退休后她的工资非但没降 反倒比在职员工高了几十元 就这样 崔桂华开始在家专心照顾孩子 直到1998年 她领到了一本精神残疾症 有一次回学校 袁老师给了我一个本 后来一开始是个残疾症 我问她 我说这个事 这个什么意思 她说咱学校免点税 这本残疾症的残疾类别一栏 写着精神 崔桂华说 当时觉得自己退休了 还能给学校做点贡献 就收下了这本精神残疾症 说心里话不太愿意 也没多说 因为我觉得她给我班退休了 这本精神残疾症 崔桂华说 她拿回家后就扔在了一边 然后继续过着她的退休生活 直到2008年 她发现工资出了问题 于是找到了学校 我一找的时候 我才知道其实没退休 我说我不是说她退休了吗 她是工资案退休的那个长 她说你退休 你办手续了吗 你退休证呢 崔桂华这时才知道 她现在既不是退休职工 也不是在职人员 于是她开始向学校和教委反映 要求重新回到学校工作 而当年她不以为然的精神残疾症 此时成为了阻止她 回去工作的拦路石 就是教委领导给我背了一下 那个教育部有一文 说有过精神病的和就是犯过刑罚的 什么的就是学校不能用 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规定 学校不得聘用因故意犯罪 而受到刑事处罚的人 或者有精神病史的人担任教职工 崔桂华的精神残疾症究竟是谁办的 怎么办的 为什么要办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找到了当初的发证单位 海淀区残联 因为具体当时他们到底是谁经手来 就是经手这件事的人 现在因为已经时间太长了 已经找不到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 这个东西当时到底是谁来给他做的 海淀区残联给崔桂华开具了一张 关于崔桂华一代残疾人证无效的证明 同时针对海淀区教委提出的问题 也进行了回复 回复函中写道 崔桂华1993年开始病休 1998年学校才为其办理残疾人证 这五年期间 崔桂华为办理残疾人证 学校吉尼伟 海淀区教委 是如何认定其有精神病史的 残疾人证不能作为确定 崔桂华是否有精神病史的医学依据 同时确定了学校确实于2005年1月 至2009年12月利用崔桂华残疾人证 进行了残保金的审核 当初的发证机关给崔桂华 出具了一份残疾人证无效的证明 而且对相关的疑问进行了回复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当时出具残疾人证 对于可能有些人就说 有残疾人证就是精神病 现在没有残疾人证了 但是就代表没有精神病吗 这有个问号了 这个关联能不能连接起来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接下来的事情的发展 令崔桂华非常非常的崩溃 这一次学生 我最高兴的时候 也是最让我崩溃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 学校依然不承认 当然当初确实就是 这个证确实有这个证 这证确实存在了 就是因为这个证存在过 所以现在会不要工作 教委怎么说呢 都是这个意思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精神残疾 崔桂华先后找到了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和北京市安定医院 这我不能判个有病为病 这个只能走司法鉴定 挂司法鉴定科 把它块儿退了吧 我们的鉴定是对公田法的 不对个人的 鉴定你不符合鉴定标准 做不了 崔桂华说 他多次到相关医院 要求进行精神鉴定 但医院方面 却多次拒绝了 他的鉴定要求 多次碰壁后 他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 想证明自己 然后已经非常努力了 司法科的专家 都是不给做鉴定 我已经就是没有办法了 学校 教委 谁说我有病 那你拿出证据来 证明 证明我有病 找权威的专科医院 证明自己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这可能是所有被精神病人 寻求自我证明的最主要途径 而就崔桂华的经历来看 这条路似乎并不好走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 郑雪茜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她如果仅仅是去看病 可能我想医生会根据她现在情况 给她一个诊断和判断 那比如说她要去跟医生主张说 以前我被别人诊断了精神病了 但是她没有依据 现在你要给我出一个诊断 证明我以前没有精神病 我觉得现在哪个医生 也很难给她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 因为医生只能就你眼前 你过去的事情又没有病例 又没有相关的病例资料 那医生是很难判断的 所以有可能她跟医生提出这样的要求 人家医生是很难给她看的 崔桂华当初工作的学校 现已更名为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 如今已经52岁的崔桂华 马上面临着真正的退休 而20多年的空白功零 会让她的退休金大受影响 所以她现在每天的活动轨迹 就在学校和教委之间 董校长呢 她还没在这 她现在放假了 放假了 那个有值班的那个领导吗 现在 现在没有啊 杨树记在吗 杨洁 没有没有 都没在是吗 都没在吧 今天就我们两个都是 普通的工作人员 就是领导都没在 所有人都没在 您是不是跟那个 人是那块的吗 对对对对 我去的房里人家做工作的那个 今天领导都不在吗 对 一个都没有 对 我们随后被海淀区教委的工作人员 安排到信访办 等待领导的答复 两小时后我们等来了第一次答复 今天应该采访不了 对 您沟通一下吧 今天 今天之内都行 晚上也没采 我们已经等了一周时间了 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再次尝试跟领导沟通 在再次等待了近两小时后 我们等到了海淀区教委方面的最终答复 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呢 包括领导今天肯定是这个没采加了 今天是没采加 这个事呢 我们也不是没当回事 特别重的这个 第一认真研究一下 第二呢 也得跟我们上级的这个相关的主管部份 得请示一下 然后相关的结果呢 精患到上面 崔桂华说 学校方面拒绝恢复他工作的主要依据 是教育部下发的文件中 对雇佣精神病患者有着严格的规定 但精神卫生法第58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精神障碍患者的实际情况 安排患者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个精神障碍患者 比如他治愈了 回来了 你应该安排他适合他的这个工作 根据他的力所能及 而不是说把他推到社会上不管了 那么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法律规定呢 是有利于我们这种精神障碍病人的恢复 20年前的崔桂华应该不会想到 当年拿到手的精神残疾症 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 现在他期待自己的工作 能被恢复的同时 也能让学校真正接受一个 没有精神病史的崔桂华 那接触到目前呢 相关的部门 还是没有对这个事件呢 进行回应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 本栏目的特议评论员江志强 江律师您好 您好 主持人 可以说崔桂华现在 好像是遇到了一个 就是钻不出去的 这么一个怪圈 一个困局 是的 您觉得这个事情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崔桂华呢 属于在边不在岗 那么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他呢 我们归纳他有两点诉求 第一点诉求 给我恢复现在的工作岗位 第二点诉求 给我补足20年的功龄 我们从法律上来讲 崔桂华呢 既没有收到 学校的辞退通知 其主动呢 也没有向学校 交过辞职的申请 那么我们看来 他和学校 这么多年来 一直存在着聘用关系 我们认为学校呢 应该给他提供 劳动的机会 和发放相关的待遇 现在呢 学校是因为 他有精神残疾症 拒绝给他恢复工作 这显然呢 有点自相矛盾 也就是说 如果学校认为 他有精神疾病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 你一直跟他有工作关系 而且还给他发钱 发的这个钱 到底是工资 还是残疾人金 这些我们不知道 还有 如果学校认为 他有精神疾病 不适合在学校工作 那么你为什么 没有给他发书面的通知 以及相应的安置办法 显然这些呢 我们是并不得知的 另外 学校是怎样发现 崔玉华有精神疾病的 他到底患了 什么样的精神疾病 这张残疾的精神症 到底是怎么办来的 为什么崔玉华本人 一概不得而知 我想基于这些问题的梳理 我们发现 这个事件的根本原因 其实发生在学校 我们认为呢 学校应该对于 这些症结问题 给出一个完整的解答 那么这对于崔玉华的 实际困难 以及打开崔玉华的心结 都是至关重要的 主持人 所以江律师的意思是说 虽然过去了20年 但时间其实也不是很长 所以相关的当事人 如果知情的话 其实也可以站出来 说一说这个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这里也要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的话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 现在您看到 有一个二维码 然后还有个电子邮箱 这个呢都可以联系到我们 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 热线12 稍后精彩继续 热线12即将播出 神农架邻区传来枪声 警方侦破网络犯枪案 黑手身向物流液 快递包裹 金线枪支配件 现在我们要关注一起案件 不久之前呢 在这个安徽的长风 一男一女在街头 被人活活地捅死 而这个凶手呢 也立刻地逃离 徒步失天跨省逃窜 最终呢 他给出的答案却说 这是殉情 那这到底是有着 怎样的恩怨情仇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2018年2月1号 临近农历的春节 这一天下午5点左右 安徽省合肥市长风县公安局 接到报警 报警人称 长风县港籍镇街道 发生一起持刀行凶案件 有人持刀将一男一女捅伤 致死后逃离现场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到达现场以后 我们发现当时一辆车辆 就大概停放在这个位置 在车辆的车头部位 有一名男性死者 躺在车头部位 综合这一情况 我们迅速封锁了整个现场 该案发生后 长风县公安局立即成立 专案组对死者的身份 进行了确认 女性死者邵某 江苏丰县人 男性死者是邵某的男友 之后警方又根据 死者关系人的排查 以及案发时周边群众的辨认 确定邵某的前夫张某 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我们找不到犯罪嫌疑人 离开现场的一个途径 对办法当时周边的 公共运输车辆 都进行了查询 也没有发现嫌疑人 乘坐公共车辆离开的途径 所以当时我们也怀疑 嫌疑人是不是有一种可能 就是一直没有离开现场 或者存在在现场自杀的可能性 警方经过调查了解到 张某是安徽荡山人 平时性格偏执 情绪很不稳定 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 在案发地附近搜索 可是并没有发现张某 2月23号 警方通过计真手段得知张某 很有可能在江苏省徐州市封县 民警立即赶赴封县进行遁守 我们在封县 就是可疑的 可能出现的地点 发现有一个人 他戴着帽子 穿着大衣 戴着口罩 与周边的人明显不相符 很特殊 我们对这个人就进行了关注 然后通过视频的比对 发现这个人的走路 特征 身材 与嫌疑人高度相符 发现张某后 警方并没有立刻实施抓捕 因为考虑到他的身上 可能携带刀具 抓捕的过程中 极有可能与警方发生对抗 自残和伤害他人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在监控张某的同时 警方制定了多套抓捕方案 所以当时他在桌上走的时候 我们侦察员 两组侦察员从前从后 给他夹住 后面一组侦察员 直接将其按倒在地上 然后用优势警力将其制服 当时从他身上确实搜到了 作案时使用的那把刀 经审讯张某逃离现场后 走山路徒步十天逃至封线 他与邵某2011年通过网络相识 为其离婚后与邵某结婚 2016年因所事 经常和邵某吵架而离婚 但两人一直同居 2017年7月 两人多次发生矛盾后 邵某离开封线外出打工 并拒绝与张某联系 张某曾找过邵某 想让其跟他回家 被拒绝后 张某发现邵某有了新的男友 心中不快 因此想杀死二人 我认为他那么多年 说句话听我 事实上他过一种 就是在欺骗我的感觉 你要说恨吧 也是恨 你说爱也是爱 要不是因为我对他全人投入 我也不会 说句话 不会走到这一步 张某交代 他之所以作案后 逃至江苏省徐州市封县 就是想在邵某的坟前自杀 目前张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我国对于枪支呢 是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的 非法的买卖啊 制造啊等等 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 但是有些人为了背后的利益 还是不惜以身试法 前面小神就是他们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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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22号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几名村民 在神农架邻居打猎时 被蹲守在此处的民警抓了个正招 当时抓获的有六个人 六个人 然后从他们每个人手中 都查获了一只用这个 就是装修用的射钉器 改装的这个射钉枪 在犯队嫌疑人车内 警方现场查获了七只 已经被猎杀的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无数 随后民警对这几名男子家众 进行了搜查 共缴获六只非法组装的射钉枪 和三千多发子弹 那没有人切的 子弹呢 子弹没得到 你全部都装这口袋在这 经询问 犯罪嫌疑人交代 这些枪都是他们分批次 在网络上购买零部件后 自行组装的 每只枪的价格 在五百元至两千元左右 这个东西应该是装修用的 要设定器 它加一个钢管 还要买到这个瞄准镜 这个消音器 很简单 一组装 一组装去就是一支枪 这种枪以空包弹火药为动力 激发钢珠进行射击威力很大 经警方经认检测 发现其可以在十米内 轻易打穿一公分厚的钢板 一旦打中人体要害 后果不堪设想 然后他不光卖这种 以这个火药动力的胜利箱 还卖这个以气体为动力的 这个气墙 就是这一种 这个构造也很简单 这个是个打气筒 直压的 直接把气压上 压上直接就能激发了 此案引起了宝康警方高度重视 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对该案进行分析研判 民警发现 以缴获的枪支领部件 都来源于一家名为 瀑瀑小丘的网络店铺 该网店的后台数据显示 其销售范围 涉及全国23个县市区 试案人员尽量千人 我们就把这个案件线索 由市局省听报到公安部 去年9月26号公安部批准 这起案子为公安部多办案子 交由宝康县公安局侦办 专案组民警随即赶赴 瀑瀑小丘网店的注册地 广东省广州市 经过大量的摸牌走访 2017年末 警方在广州市叛逸区 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李某 抓捕对案 工厂就直接把配件 发到我商店里面 网上聊天的时候 就尽量去避免 枪支啊 什么秃鹰啊 这一块磁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 两个快递的形式 把它发出去 陈某说 在网上销售时 他们非常谨慎 所以之前一直没有出事 那么陈某为何有能力 将枪支通过快递的方式 销往全国各地呢 原来陈某曾经经营过 一家快递收发店 也是在经营快递店时 认识了做网络饭枪生意的李某 他那时是在做快递 然后找到我们说 他想做这个电商 陈某利用自身 收发快递的方便 成为了李某的下写 大概2016年10月份左右开始做 然后一直做到今年的 去年2017年的6月份 你做卖多少 2000多套吧 沿着一系列线索 专案组民警又分布湖南 陕西 安徽等地 共收脚枪支193支 此弹1万余发 抓获盘被嫌疑人26人 警方提醒 广大群众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反规 切勿抱脚倾心理购买私藏枪支 同时鼓励市民积极举报这一违法现象 接下来咱们看 这个图片上面有很多造型 奇奇怪怪的一些个金属构建 我相信您肯定不知道 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些东西就出现在 所谓的奇怪的包裹当中 这个包裹就是通过网购来进行传递的 那么在这个包裹的背后 也牵出了一个泛枪团伙 2017年8月 安徽省黄山市一家快递公司 向警方反映 有人向云南 四川等地 游寄了十多件形状奇特的物品 要求寄件人出示身份证的时候 他就神色比较可疑了 然后我们就已经有了初步的怀疑 然后在做开箱验试的时候 发现里面是一些不知名的五金配件 我们立刻就是将这一些 不知名的五金配件 提供到警方 让警方去甄别 经黄山市公安局 囤席分局民警细致甄别 这些快递中游寄的物品 都是组装枪支的零配件 他们都不单独地同一游寄 把它拆分成每一个零件 然后通过快递 打包之后发出去 这样单纯的这个钩子 我们正常人是看不出来什么玩意的 它冒充这个生产工具 或者机械上的某个部件 来游寄 为了逃避检查和打击 犯局分子通常会想尽办法 分批邮寄枪支弹药 然后枪管因为它比较长 也容易发现 所以它的方法就是将枪管 以买卖这个拖把打击桶的形式 比如这里有一根不去看管子 它将枪管 残在这个管子里面 然后把它分死 这样在X关机下扫射的话 它也只是一根贴管 符合它这个物品本来的形状 机械人应该非常清楚 这些零件的用途 也知道自己所做的是违法行为 所以在发出快递时 全都使用了虚假身份信息 警方通过调试监控 才查到了机械人郑某 并在郑某再次邮寄快递时 将其控制 郑某是一名枪械爱好者 警方从郑某的汽车后备箱中 查出了待机的板机 燕尾等枪支配件 据郑某交代 他是从2016年11月开始 在网上发布信息 寻找下线贩卖枪支 及枪支配件的 他也是一个枪支爱好者 他之前在网上通过微信 微商这种形式 在网上购买了一些枪支配件 来组装 组装完了之后 后来他发现这个里面 存在的商机 他从商家拿货卖的话 他能从中间 赠取一些差价 这支枪 这支枪 这支枪是他本人用的 买这支枪 总共花了3600块钱 这支枪就是 单纯那个枪支爱好者 购买的 这支枪他花了将近8000块钱 2011年4月 郑某感觉单纯 邮购贩卖枪支 及枪支配件 赚取差价的利润不够大 于是他找到了 在囤西开模具厂的陈某 并委托陈某 为其加工枪支配件 这个老板一开始 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 他就按照他的图纸 给它加工了 等到后来 他自己发现 是枪支散件之后 因为陈某呢 他在外面有欠债 而且这个利润也比较高 他就替他这个继续加工了 通过郑某的供述 2017年9月26号 警方在山东围坊 还将郑某之前购买枪支的上线 刘母抓获 等于是一个中间商 他也是从别的地方去拿货 产家去拿货 然后发给这些这个经销商 然后帮他们发货 就是通过你看微信 发发朋友抓 买了之后 他们就有一些 就是比方说爱好纸了 就是有类似于这方面的群 去群里面发发小广告 就有一些人加你 你向我买了之后 你也会推荐你身边的朋友 通过对郑某和刘某的审讯侦查 警方获取到涉及全国 多个省市的大连证据 处理发现买家40余人 2018年2月 各地警方根据相关线索 先后缴获高压机步枪四支 板机20套 成品燕尾19个 目前郑某 刘某 分别因涉嫌非法制造 买卖邮寄枪支弹药罪 被依法逮捕 涉嫌非法制造枪支罪的 程某被取保候审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最近这些年 电动车充电引发的火灾 是时有发生 甚至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 这一类的安全隐患 也是引起了各地政府部门的重视 近日浙江 宁海公安 消防 供电等部门 就对这个类型的事故进行了安全巡查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的巡查人员发现 某小区居民楼的外墙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电线 很多电线直接从五楼拉到了一楼 原来这些电线是用来给 停在底楼的电动车充电的 斯拉乱接电线就是第一 它会造成时间长了 造成短路 发现这一情况后 巡查人员立即进行整治 那么整治以后 充电难题如何解决呢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 逐渐在各小区 推广安装规范化的充电设备 集中充电装置和电气线路的铺设 要求符合技术标准 并具备定时充电自动断电的功能 前的话就是反正24小时 只要你充电器插着那个灯 基本上都是通电的 比较危险的 就是一燃一爆的那种 相对来说这个有充电桩 它充一定时间以后 它自己会跳闸 然后这个就没有电了 据了解 目前浙江宁海县 已经安装充电桩5000多个 有效从源头上 遏制了充电乱象 带来的安全隐患 最近在福建的福州市 有一个司机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想去强行的插队没有成功 所以他就开始突然就不知道怎么了 对这个正常行驶的车辆 就故意地加三 连续故意地变到蛇形 画起了S 当然最后他为自己疯狂的行为 付出了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